古時候有賣身壯婦 非常感人之舉 賣去做長公 現在以下這段影片才算 你可以說是賣身 又可以說是有償婚姻 亦可以用你認為的不同的詞語去總結 或者包裝這件事 有人覺得此舉是孝感動 有人看完這件事覺得 是否先通過炒作一個愛心 博取了大量的眼球計議 引起大家關注之後 希望籌到救命錢 亦有人站在法律的角度 認為這些是知法犯法 這樣怎麼可以 比著你這件事 你又怎麼看 是徵婚計時 說要徵婚救父 去年8月 東梅在家無農的爸爸 被查出患上白血病 這個對清貧的東梅一家來說 簡直是晴天霹靂 為了照顧病了的爸爸 本來打算繼續上大專的東梅 毅然退學 放下手頭所有東西 帶著爸爸來到廣州求醫 終於 爸爸的病情有所控制 還找到了配對骨水 但高額的手術費用 卻難倒了全家人 我嘗試過所有的辦法 就沒有辦法去籌到這筆款 手術費 所以我就 後來就只能是選擇這麼重 爸爸從小到大都特別疼我 對我就非常好 如果能救到我爸爸的命 我覺得我值得 不容易 長肉不容易 東梅的爸爸 艱難也有堅決地 說出這句說話 我都不知道 我這樣做 原來為了不等家人擔心 東梅一直瞞著他 在網上徵分的事 沒有想到什麼辦法 所以我就覺得我在去賣勝 他說不同意 他媽媽 我不知道你這樣做 他可能聽到我這樣說 他就決定這樣做 發了徵分舊父的微博之後 東梅仍然堅持 憑著自己的特場 跳舞 四處經濟表演 找醫藥費 而他的微博發出後 都有回應了 有老友專門打電話 來詢問關心 並表明見面異向 但都有人趁火打劫 甚至提出要東梅賠分賺錢 東梅說 那個人還自稱是大學老師 實在等他心涼 但怎樣都好 東梅說自己做出的決定 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他心裡的爸爸 現在在這裡逃死成勁跑 單純靠藥物 一般來說 他維持時間可能都幾個月 很少超過一年 所以現在來說 就唯一治癒的一個希望 只有是做果水移植才有希望 就是有條件的話 就是越快越好 父親是家裡的頂樑柱 七十多歲的爺爺 還要等著他去進校呢 我們都很需要他 我們不能也不忍心 看著他的生命 就這樣終結 萬般無奈之下 我只好歸求四方愛心人士 救救我那苦命的父親 我沒有任何的揣測 惡意或其他 反正我完全不想評論這個 這麼個別的事件 正如我上課的時候 和學生說 我很鼓勵這些學生去醫院看看 無論急症室或住院部 留年多數天 每張病床上都有一個故事 無論故事的結局或內容是怎樣 都是一個值得人深思的故事 每張病床都會有 有空去法院看看 不管是刑庭還是民事庭 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 你看多些之後 絕對會對你自己的價值觀 或是非觀有很大的轉變 希望大家看多些之後 拋開多些的猜疑 估計 揣測或陰謀論 更客觀地看一些事情 看完之後會覺得 你的角度和判定都會不同